你好 又是我YoungMan 陈欣明 和你分享几句心声 最近也有几宗 基督徒做事出事 或者基督徒犯罪 或者基督徒被拘捕 被通缉 这些事都引起我们很多方面的思想 我就想我们很快的 有些是即时的反应 那些即时的反应 有时就是倾向很快定人的罪 很快就甚至是向自己的社交媒体那里抽水 或者是所谓食花生 那这些行为呢 我自己觉得自己都要小心提防 那即时的反应呢 有时是看你站在哪个位置 有些人呢 有些单位呢 你都不管他是与非 见到他的样子 见到他前面就恨他后面 就是听到他的名字呢 都已经是想定是一定是他不对的 那当然事情很复杂的 我们应该不要那么快就下结论了 那经常都想起一段的经文 就是保罗讲的那个经文 就是跟主耶稣说的话 不可论断那些都很有关系 那听见有人是出事了 有人是甚至是犯法了 被指控了 那我们的反应其实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 我想一方面是要有厚度 有冷静 就是如果我们是很凉薄的 很尖酸刻薄的 或者很自已的 或者以为自己是通天晓的 那我们都太快 落在一个 落在一个 错谋里面 当然完全自身事外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说 就是邓天秀的眼光 当然是不对的 那 我知道我这么说话 都很难的 就是 不说又不是 说了又好像邓姨没有说 我又不是很想这样 我都希望 就是表达一些的心声 那具体的事我当然不说了 就是 我又不是那些 做足资料搜集 各方面的首证 是由真正做一个 的调查式的报导 我都是很想 做一个的目者 做一个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 那么活跃的环境下 如何提醒自己 是 保罗讲的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 就是他说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 他事常看重自己 在基督里面 在上主面前的那个身份 我都希望自己 学习这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被任何的潮流 任何的情绪 牵着自己的避走 是始终都是要 站稳在基督里 站稳在上主的面前 谦卑的学习 那这个功课 我觉得是一世都学不完 还有都 整天撞板 整天学完都学不好的 特别我最近 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 就是觉得自己 实在规决的是 多到自己难以想象 那保罗就说 所求于管家的是 他有忠心 他说我被你们论断 或者你说是议论 非议 批评 攻击 或者是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论断自己 挺有趣的 这种态度 就是别人说什么事与非 怎样否定 怎样攻击都好 似乎他都是百毒不侵 那是不是他不听别人呢 他说是 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 我想这个 不是说自己不反省 他都是一个 事常会 躬身自省的人 不过就是说 最终我是怎样 我都保留一个的空间 就是说 连我自己都未必看得对 那这个态度 我觉得是有一种 很有谦卑的自知 他甚至说 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不能因此得以轻易 我没有错 所以我一定没有错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 不过我都不敢 那么绝对咬定自己 是一定百分之百 对了 那如果这个 是我们时常看事物 看自己的态度 那面对着 就是近期发生一些的传闻 有些基督徒做了事 很有创意的 搞个band show 结果又被人说是拖欠 那这些故事 是在教会界这么多年 我都不止听一单的了 那也都很不幸的 就似乎有些是拖欠已久 一直都似乎 没有一个的处理 那我就觉得 这些是不理想的 但是 那件事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继续怎么发展呢 我就觉得 在新鲜滚热那些呢 就如果懂得的 就去了解多些咯 然后可以在耳边 说几句 鼓励的 或者是 去问的 或者提醒的 那就做咯 但是我们这些 是 站得远一点的人 我想我们都要 都要留个空间 给当事人去到 有机会处理 和有机会面对 不讲回保罗这里 他最终 讲那个呢 就是我觉得 我们是很需要 整天都看清楚的 判断我的 乃是主 最终判决的 会来的 那个过程是 可能漫长的 但是一定会来的 那既然那个判决 一定不在我们人那里 甚至不在我们自己那里 所以都不要 骂人骂得那么大声 不要说得那么狠 我看我Facebook有些朋友 就是见到有人出事的时候 说那些说话 就是我感觉到 是不是完全是那个人错了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罪名 就是一定已经被定罪呢 就是未经彻底的审讯 未定罪 就应该还是 假定他 仍然是清白 那当然 这个是信心的问题 你信不信他 知不知他的为人 那 为什么会这样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而 在这个 法律的事情上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讲历史的事情 就是现在讲到 都要讲历史的故事 远古以来 就算那个人被定罪 甚至判刑 他都未必是真真正正 又所谓犯错的人 冤辱是有的 冤案是有的 那对于这些 可能的冤案的事情 我们 起不是要更加的谨慎 那这里讲 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我很珍惜的一件事 就是等主来 最终他要照出 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各人要从上主那里得着称赞 就是你都听出我的圆外之音 那当然我不是为任何人变白 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也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只是想说 无论是哪个方面 哪个单位 他都要知道 他真的要行在光明中 要秉公办理 按真理行事 有些古灵精怪的招式 就是走出来 就已经令到你 都不自在的 那些我们当然有反应了 但是他是不是完全错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被指控的人 是不是完全有罪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希望我们这些的堂边壳 不要抽那么多水 不要吃那么多花生 最后一样呢 就是说 其实犯错 人人都有机会的 有时我都说过一些 是出了事的牧者 或者教会领袖 有时都说得好像很狠 那样 但是想心一层 其实 如果我跟他 完全同一处境 我会不会比他更好呢 可能我会比他更差 那我就希望我的朋友呢 就是疏疏的朋友呢 又不是很实在 很亲密的合作的 有机会一起做过 报道的工作 也都知道 那个人的为人 热性 也许现在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了 也许他是一个技术上犯错 不过实质上 并没有真正的邪恶的行为 中饱思浪的 愿他平安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 几句这样的心声 希望不会冒犯你 希望大家彼此共勉 希望 最后水落石出 我们看到 真真正正的公义 都是从上主那里来